好 我刚刚谈到两种折旧方法了 一个是直线法 一个是生产数量法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年数合计法 我们先看一下年数合计法 因为年数合计法的计算跟刚刚的比较像 也就是说你可以看一下 我刚刚是不是都计算折旧的时候 我就先把成本减掉残值 好 那我的年数合计法也是一样 我的计算的时候先把成本减掉残值 这个可折旧成本再来计算 我每年要提的折旧费用 但它跟刚刚不太一样的地方是 它的折旧方法是越提越少 所以它怎么算呢 好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年数合计法的计算方式 好 一样呢 好 看一下呢 一样我的算法 一样先把成本 原始成本减掉估计残值 好 一样是原始成本 减掉估计残值 好 但是我的另外一个成数就不一样了 我的算法呢是 分子 分母不一样 好 这个计算里面呢 我的分母不变 但是我的分子会因为每一年提列的折旧计算就不一样了 我的分母是两倍的耐用年限的等差集数 也就是说这边的计算方式其实分母呢 其实我五年就1加2加3加4加5 你也可以这样加 好 那你也可以用套用等差集数的公式 就是二分之N乘上N加1 那你说如果我不要这样记也可以啊 我说1加2加3加4加5 一样 结果会跟我用等差集数来算的一样 但是如果你是可以那用50年的话 那1加2加3加4加到50 那你不是花很多时间啊 那你万一计算就按错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等差集数的公式就比较好用 所以五年的话呢 这边N就是5 5乘上N加1就是5加1的话就是6 所以我的分母是5乘6 因为那种年限是5年 那我的分子呢 第一年是5 第二年呢是4 因为我刚讲了哦 年数和计法 我计算折旧的时候 我的分母不变 一样是我的可折旧成本 去乘上一个乘数 这个乘数呢 我的分母不变都是什么 那用年限乘上 那用年限加1除2 为我的分母 但是我的分子每年会改变 而且倒过来 我5年 所以5 4 3 2 1 分子不变 分母不变 分子越来越小 所以你提列的折旧费用 就会越来越少 对吧 好 所以就会产生递减的效果 所以每年提的折旧费用 不会一样 因为我提列的折旧费用 是越来越少 所以拿到这个例子来讲 2017 2018 好 这边已经有了 好 2017 2018 第一年 是 这边是什么 这边是15 15分之5 所以是12000 除以15 乘以5 所以是第一年提列的折旧费用 是4000 第二年提列的折旧费用呢 是 4 5 后面分子是4 所以除5乘4 所以是3200 然后再来是 除4乘3 好 我就是一路算下来 所以是2400 然后再来是1800 然后再来是1200 好 除4乘3 1800 除3乘2 所以1200 好 所以这一路算下来 我的折旧 累计折旧 全部也是12000 你可以看到 我的折旧费用是 越提越少 所以它是一个 递减法的折旧方法 这样看懂吗 好 所以这是 年述合计法 它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是在于它的 乘数的公式算法不一样 那因为它的效果是 越来越 提的折旧费用是 越来越少 所以分母不变 分子会越来越小 就根据你的耐用年线 颠倒过来 五年就 五四三二一 如果你是十年 分母是五十五 分子 十九八七六五 四三二一 好 所以它的分子越来越小 所以提列的折旧费用 就会越来越少 这个叫做年述合计法 好 这是另外一种计算方法 那我说它都是一个递减法 因为折旧费用越提越少 好 这是年述合计法 那接下来我们再谈 另外一个 倍数余额递减法 而且我们是双倍数余额递减法 双倍数余额递减法 它计算的时候 满特别的 它计算的方法满特别的 好倍数余额递减法 我们是双倍数余额递减法 我的计算是账面金额乘上 我的耐用年限的两倍 因为是double 如果是trible tdb 那我这边是什么 n分之三 然后如果是1.5db 就是1.5倍 余额递减法 就是n分之1.5 那它怎么会产生递减的效果呢 因为我的账面金额 我的这个层数不变 但是我的倍层数会变 因为我的账面金额 会随着我提列的折旧费用 而越来越小 因此它的折旧费用 就会越来越少 这样清楚吗 好 这四个折旧方法的计算 这四个方法里面 在备注于一个递减法 最大的不同是 一开始 我并没有去考虑它的残值 没有考虑残值 因为我是用账面金额 去乘 看你是几倍 那用年限的几倍 好 这是double是两倍 所以是n分之二 如果是三倍 就n分之三 1.5倍 就n分之1.5 就看你的倍数是几倍 可以自己去选择 自己决定 好 但它计算的时候 比较特别的是 它的倍层数 是账面金额 那我这个层数不变 而我的账面金额 越来越小 所以它的提列的折旧费用 也会越来越少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如果是双倍数 第五余额递减法 我提列折旧 这个例子 我的折旧费用怎么算 好 第一年一开始 我的账面金额 成本减到累计折旧 第一年我有累计折旧吗 没有 所以我的value 就是我的成本 13000 所以13000去乘 除5乘2 因为我的那用年限是5年 这个例子那用年限是5年 好 所以5 所以第一年我提列的折旧费用是5200 13000 除5乘2 换言之这边是什么 这个比例就是0.4 好 0.4也可以 所以13000 乘4 所以就5200 第二年我提列的折旧呢 我的账面金额是从 13000 减掉第一年提的累计折旧 去乘上2分之2 好 因为我的累计折旧有了 所以我的账面金额就会减少 所以13000减掉 5200 7800的账面金额去乘上0.4 所以是3120 第一次是13000 他的账面金额就13000 乘上2分之2 第三年呢 一样成本减掉他的累计折旧 提了两年折旧了 所以是8320 累计折旧8320 这两个相加 乘上2分之2 好 所以8320 13000 减掉8320 乘上0.4 所以是1872 第三年一样13000 减掉这三个加起来 8320 加上1872 所以是10192 乘上2分之5 好 所以是1123 好 那再往下 看一下 13000 减掉10192 乘上0.4 好 1123 好 那10192 加上 那个 1123 好 所以呢 最后一年 13000 减掉113 315 乘上5分之2 所以是674 好 那当然你要注意哦 沿途不完 一开始这个例子 备注的地减法比较特别 因为一开始他们要先把残值扣掉 所以你要小心 有没有一路这样算下来 让他的账面金额小于残值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年 提完之后的账面金额就是7800 第二年 提完之后是7800减掉 3120 所以是4680 第三年 提完残值之后 提完折旧之后 18724 2808 第三年 减掉 提列折旧之后 剩下1685 好 然后1685如果再减掉 674 是1011 可是我最后一年已经提列完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的残值 应该等于什么 等于1000啊 就现在算出来还剩1011 所以最后一年 我就要提的金额就是685 所以这边呢 最后一年 又要让他的残值 账面金额等于残值 要等于1000嘛 所以我这边就提685 最后一年 好 这样看懂吗 好 这个就是倍数余额递减法的 责旧费用计算 最后一年 提完之后 你的账面金额要等于残值 如果你提了账面金额 按照那个公司去算 像这个例子 是我提完最后一年之后 我的残值 那个账面金额还是 比较 账面金额还比较高 因为是最后一年 所以我把它提满 因为我的最后一年呢 我的账面金额等于我的残值 那如果我这边一路算下来就像刚刚的那个10万公里10万英里一样 我算出来呢 我的账 按照那个市值算下来 我的账面金额会比较低 低于账面金额 那我就不能提那么多的 折旧费用 好 所以 这个例子里面 好 就是延续 也这个一路算下来 你来确定 最后 你的账面金额等于残值 好 这是年数 合计 对不起 倍数 余额地前法的计算 好 所以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的437页 是不是就跟我写的完全一样 他每一年提的折旧费用 最后一年 你不能只提674 因为提完674 我的账面金额还剩下1011 但是最后一年我提完之后 我的账面金额等于残值 所以我这边的金额就要调整 好 最后只要提685 好 这是 年数 倍数余额地前法的 折旧费用的计算 这样看懂吗 好 找一个后面的例子好了 一路我讲得很辛苦 大家听得很模糊的样子 好 不知道大家在下面忙什么 感觉起来大家好像有点忙碌的样子 好 我们看一下 exercise 9-7 463页 好 大家根据我刚刚讲的 动手做一下这个例子里面 后面的instruction 要你做什么呢 好 第一个计算 2017-2018 用直线法 用生产数量法 用倍数余额地减法 还有一个 这边我要让你加第四个年数合计法 来计算 来计算他的折旧费用 来计算他的折旧费用 交算A就好了 这四个折旧方法 课本上面的 464页的instruction的A呢 有三个方法 因为课本讲三个方法 但我教了四个 所以 第四个 请你用年数合计法来计算 2017年 2018年的折旧费用 好 请看一下exercise 9-7 好 看一下 第一个 直线法很简单 按照我们的 可折旧成本去除年限 那一共他可以用8年 残值是6000 原始成本是38000 所以除8 每年得到的是4000 好的折旧费用 直线法 每年提的折旧都一样 那生产数量法呢 因为我的可折旧成本 32000 去除他估计可以使用10万英里 所以得到每英里就是什么 0.32元 然后第一年他开的 开的里程数有15000 第二年开的是12000 所以根据他的里程数去乘上我的 每英里的折旧费用 第三个 倍数余额地减法 38000 乘上 因为第一年账面金额 就是原始成本 38000 乘上 8分之2 那我年限8 那他说倍数2倍嘛 所以是38000 去乘上 8分之2 所以9500 第二年提列的折旧账面金额是38000 减掉第一年的折旧费用之后 再乘上 8分之2 所以得到折旧费用就是7125 好 年数合计法 好 我的账面 我的可折旧成本 乘上 耐用年限 就是乘上我的等差级数分支 第一年是8 因为他耐用年限8年 所以分母是8乘9除2 所以分母是36 所以3万2天去乘上 36分之8 所以第一年是7111 第二年呢 是3万2千乘上 8分 36分之7 所以是6222 好 是年数合计法的折旧费用的计算 好 那分路 我就不讲了 那这个 放在你的资产负债表 B呢 他问你折旧分路 借折旧带累计折旧 后面的金额 然后呢 我的报表上面的表达呢 资产负债表里面 我的这个资产下面就跟着累计折旧 如果你是年数合计法 在2018年 累计折旧就8千 如果是生产数量法 累计折旧 这样子就是8640 然后备数月低减法 好 就依此类推 好 这是B呢 要你做的 好 如果说 这个报表上面的表达 好 这是 那个exercise9-7的例子 好 这样清楚了吗 他延续来讲 我现在延续这个例子来说 我现在讲的都是 假设1月1号就要取得这个资产 如果不是1月1号呢 没有人规定 你说要买的东西一定要1月1号 好 所以呢 我们的折旧政策 现在讲一下他的折旧政策 有几个概念 我如果不是在年初就买 那我的折旧政策的处理方式呢 可以有好几种方式 一个 我按一年为单位来算 要么我就是提一整年的折旧 要么就都不提 好 所以呢 我的折旧的政策可以规定 6月30号取得的资产 我提列一整年的折旧 6月30号7月1号以后才取得的资产 当年度都不提列折旧 当年度都不提列折旧 我的折旧政策 那就是讲说 我的规定就是 6月30号以前取得的资产 我可能6月30号取得的哦 我就提一整年的折旧 7月1号取得的资产 跟以后我都不提折旧 可以啊 这是你的折旧政策 好 因为折旧费用呢 只是早提晚提而已 你全部可以提的折旧费用 是固定的 最多就这么多 好 这是第一个 我的时间 那第二个 如果我不要这样二分法 要么就提一整年 要么都不提 好 那这样子 这个区分太大了 所以我就用你月份来算 好 如果呢 你 我也可以算 好 取得当月取得的 比如说好了 7月15 15号以前取得的 当月 提全月的折旧 15号以后取得的 当月份不提折旧 就是从下一个月来算 用月份来算 所以假设呢 我是在7月2号取得资产 那我就提7、8、9、10、11、12 6个月 如果7月20号取得资产 7月份不提 从8、9、10、11、12 5个月 就说占了12分之5 所以假设呢 是这样的话 我就交什么 像这个年来算 好 我的 我的年呢 是只有多少 假设我取得的资产是在 2017年的 7月20号 那2017年 我提列的折旧呢 我按月份来算的话 我就乘上 12分之5 因为 7月份不算 好 7月因为 我的政策说 7 每月中之前取得的话 就15号是月中嘛 15号之前取得的话 当月提列全部的折旧 当月份 那如果是7月 那月中之后取得的话 当月月份就不算 从下一个月开始算 所以7月20号取得 从8月开始算 8、9、10、11、12 所以我只提5个月的折旧 所以按照比例去算 那生产数量法 比较没有问题 反正我7月20号取得 我看开多久嘛 开多月 根据我的里程数 来算我的折旧费用 这比较没有问题 那这两个 都按照年哦 因为它都依什么 依你使用的年限来算 所以你就用 你持有的月份 要提列折旧的月份 来算你的折旧费用 这样清楚吗 好 所以你的折旧政策 有好几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 你的年度当中取得的话 你怎么去计算你的折旧费用 好 那第二个 我要再提到 那像我说这个机器我用 这个车子我用5年 好 我就要把它淘汰掉了 所以我那样的年限就5年 但是假设呢 这个当时候 好当时候呢 景气很好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车子呢 我的使用上面一定会很频繁 好 所以呢 我预计5年之后呢 我就要换车 结果呢 这个 这5年当中 可能我没有预期中开的那么远 好 第二个 没有开那么多 第二个呢 景气不好 公司经营的不太困 不太 不太 这个 获利不太好 所以就省吃减用吧 那我这辆车呢 本来估计5年对吧 那我用延长好了 我用预计用8年 所以刚刚讲了 我的年限改变 从原来的5年调整为8年 所以 这年限改变就是我的什么 估计变动 好 所以呢 我就可以继续使用 就是 假设我是 假设我第5年之后才决定 我要继续使用 不像我刚刚讲说 我车子 摩托车 我是估计用4年 可是我第三年 结束之后我就决定 我还要再继续使用3年 那我就是继续提啊 就用3年 剩下的3年再去提折旧 但是我原来估计5年 我到第5年之后 假设我的产值剩下1000 课本上原来的例子 产值剩下1000 好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车子呢 也还可以使用 然后呢 公司的经营也不是那么的理想 所以省吃减用杜小月吧 所以我就继续开这辆车子 所以我现在的账面金额剩下1000 那我继续开这辆车子 我要不要提列折旧 假设我估计 我要再继续开两年 两年之后的产值剩下200块 所以我现在是可折旧成本 剩下800块 直线法就除以2 所以每年继续提400块的折旧费用 也就是说 我原来估计的年限已经起满了 我打算继续使用它 那我要不要提列折旧呢 好 除非你继续使用之后的 产值不变 我现在剩下5年之后剩下1000 我继续开 在5年之后再继续开两年 产值还是1000 那当然你就不用提列折旧 因为你的产值已经是1000了 账面金额也是1000了 所以你就不要提列折旧 但是如果我现在第5年底 提完折旧之后的账面金额是1000 跟我原来估计的产值是1000一样的 但是我认为我要继续开 再开两年之后的产值没那么高了 所以假设我从1000会变成200块 那换言之我有800块可折旧成本 我再次就根据我继续开这两年来 提列折旧费用 这样听懂吗 好 所以当我的那年性期满 我继续使用这个资产 要不要提列折旧 好 第一个 照99%啦 继续使用它的产值应该会减少 所以你就是把从你现在就是 继续使用的账面金额 跟你未来估计的产值 来提列你决定你提列的折旧费用 那第二个呢 如果说我估计用完 我现在的产值是1000 好 我用了 我估计呢 两年之后 这个可能就只能当破废铁丢了 就回收了 没有任何的产值 所以这两年我已经把折旧费用都提完了 账面产值已经是0了 就是我继续使用这个车子 然后继续提列折旧 已经最后呢 这两年之后我已经产值 估计是0 我已经把产值 我的账面金额都提完了 是0了 好 那但是呢 我觉得还可以再用这辆车子 因为景气还没好起来 公司营运也没有太这个见到好转 所以我继续再使用这辆车子 那这个时候我要不要提列折旧 不要提了 因为我账面金额已经是0了 已经没有可以提的 所以我的账面金额永远不能维复啊 好 这样听懂吗 所以当我年限期满继续使用 又有产值 我当然继续提列折旧 但是如果年限期满了 产值为0 我继续使用这个资产的话 那当然我已经没有折旧可以提了 因为账面金额已经为0了 我就没有办法再提列折旧了 因为我的账面金额永远不能小于0 好 不能低于0 好 那我如果继续使用这个资产 账面金额已经为0了 因为成本减大累计折旧 因为成本已经全部都提完了 累计折旧了 所以账面金额是0 我还继续使用这个资产 那我要做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也不要做 因为你就让他维持账上 还有这个资产的科目存在 虽然他的成本减大累计折旧是为0 但是你还让他账上维持有 这个资产的科目跟他的累计折旧 大家听懂吗 所以继续使用的时候 我就不要什么 除列他 不用除列这个资产 除非我不用这个资产了 我要把它报废掉 那就是把借累计折旧带资产科目 就把它冲掉了 帐上就没有这个资产科目了 那如果我会继续使用这个资产 他虽然账面金额为0 没有关系 我让他继续挂在帐上面 这样听懂吗 好这是 如果后续在处理的时候 我可以怎么做的 好 这是折旧费用的部分 好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我在我们的课本里面 我大部分都跟着课本上面来讲 好 那我们说呢 当我的折旧方法改变 他这边呢 在437页 好 先谈到各种折旧方法的比较 好 那我们说了倍数余额地减法 无用之宜是他的折旧费用是 越提越少 好 所以呢 他的折旧方法之下 所以我们未来大家有机会上中快的时候呢 我们讲到所得税会计处理 也就是说很有可能公司的政策是我申报 所得税的时候呢 我就先用加速折旧法 好因为会计里头我们的税法也是同意这种折旧方法的 所以我就先提比较多的折旧费用 然后未来提的折旧费用比较少 好 那对于公司来讲 当然可以先不要缴税就先不要缴 以后再说也无妨 好 所以呢 他会先做加速折旧法去做所得税的申报 但是呢 公司对外的财务报表 维持直线法提列折旧可以哦 所以我们的折旧方法 在我申报所得税 跟我对外公布的财务报表 可以采取两个不同的折旧方法是可以的 好 这是未来 大家在谈中快的时候 讲到所得税会计处理的时候 会再去提这件事情 好 那在431期验呢 就先单纯的就 课本上举的这三个折旧方法 来做他的折旧费用的比较 那当然 这个影响的是什么 损益的结果 当然影响你的所得税的缴纳 好 所以他这有连带性的影响的 好 不是只有单纯 我怎么样去承认出来就好了 所以为什么会计里头 会计人员要有一个什么 要有判断能力 不是我会计算而已 我现在先教你怎么计算 但是计算完了重点 我们快捷员不是在做怎么去计算 而是计算出来之后 我怎么去判断哪一个方法对公司是有利的 这有利当然我说了 折旧费用 早提晚提 对公司来讲 totally 全部可以提类的折旧费用是固定的 但是如果公司现在 我们的目标是要让我们的这个财务 财务的获利状况比较好的话 假设了 我们现在因为我们要 我们要增资 好 我要增资的话呢 我要让吸引投资人来买我的股票 那我要吸引投资人来买我的股票 当然要什么 让投资人觉得他投资这家公司是有获利的 投资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赚钱嘛 为了报酬嘛 所以呢 你的报酬越高 就会越能够吸引投资人来投资 那所以呢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目标的时候 那我们就不是在做假账 而是我怎么样 我在合理的会计处理上面 让公司的财务状况 财务的损益结果是比较好看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 你的方法会计政策 你的会计处理方法就很重要了 并没有叫你做假账 也不是叫你做违法的事情 好 而是在我们允许的会计方法里面 有一些可以让你达到这样的目的 好 就这样而已 所以我们说不是教你怎么算 算是其次 就算是几个基本的 因为你算出来之后 你才知道 哪个方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哪个计算结果出来 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的影响是什么 所以这个是你做后面的 当一个幕僚 或者是当一个有价值的 公司的人员 你应该要能够提供这样的讯息 给管理者 好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 我们要学这么多的会计处理方式 好 那大家学完之后 我说了 不是 不是单纯只要知道他怎么算 而是我要知道 这算出来之后的结果 来做我的建议 好 好 所以在437页 就把这三种的折旧方法 都把它画出一个图形出来 好 那就告诉你说 你可以发现 这个蓝色的就是余额递减法 好 你可以看 一开始提的折旧费用最高 然后越来越少 然后呢 直线法呢 就是一条红色的线 在437页的 有知15这个图形 就告诉你折旧方法 折旧费用计算出来的影响 好 那看你站在什么角度 如果我要省税 那我就一开始让我的费用越高越好 因为费用高 我的所得就小 所得小 我要缴的税就少 好 但是 这都是税法允许的 那因为 对这个税务机关来讲 或者对财政来讲 你现在缴的少 以后你就要缴的多 好 所以全部 其实是没有 对政府的税收是没有太大的影响 可是对公司来讲 也许 因为你没你有没你的目标 好 那你的会计方法 我要讲一下 我的会计方法不是不能改变哦 我们说我们的 年限跟产值都估计 可能因为时空的改变 你会去什么 会做一些的调整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的会计方法 也可以改变 假设我一开始都用直线法 我认为我使用这个资产嘛 它提供的效益都一样 所以提供的效益都一样 我提列的 我让它分担的 费用就要都一样 我觉得这样子是合理的 结果呢 使用了两年之后发现 车子新的时候不要什么维修 你只要换换机油就好了 好 那例行性的维修就好了 每次维修可能就三千块就打发了 可是车子经过了三年 四年之后 它的维修费会越来越高 待会要换什么 刹车皮带 再要换轮胎 再要换什么 所以车子是一个损耗品嘛 所以很多的损耗品 当你使用的时间越长的时候 你要换维修的东西就越多 所以我发现用直线法 好像没有办法达到我刚刚讲的 因为它提供的效益都一样 所以我要做成本的分摊都一样 因为在直线法之下 我的折旧费用都一样 但是我的维修费用是不一样的 因为一开始新车没什么维修的需要 但是车子经过了三年之后 四年之后 可能它需要的维修就越来越多了 结果 我把折旧跟维修架在一起 发现我用直线法去提列折旧的话 其实是不符合我原来的设定的目标是 我使用这个车子 因为提供的效益都一样 所以我要分摊的成本都一样的目的 所以我第三年我就改变了 我用倍数余和递减法 加速折旧法 加速折旧法就是一开始提的 折旧费用比较高 然后越提越少 那因为车子新的时候 维修费用比较少 然后越旧的时候 维修费用就越来越多 所以这把这两个费用加在一起 可能就比较平均了 一开始的折旧费用比较多 但维修费用少 到了后面 折旧费用变少了 变多了 对不起 到后面折旧费用变少了 维修费用变多了 所以加起来之后 会可以达到我使用这个资产 它提供的效益都一样 因此我要做的成本分摊都一样的目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可以用什么 我就可以做折旧方法的改变 折旧方法的改变也是估计变动的一种 我刚讲原来我估计说 我要让这个使用车子的成本都一样 我的目的是这样 我原来估计直线法是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后来经过了两年之后 我发现这样的直线法 并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就是我的成本分摊的一个政策 所以我就做了折旧方法的改变 那是可以的 所以折旧方法改变 估计的变动都算是 就是年限的变动或产值的变动 都算是估计变动 都不受既往 都是既往不救 这是折旧方法的改变 也算是估计变动的一种 那课本上面举一个例子 看一下我们的折旧方法 如果做了一些revising 就是譬如说 我438页里面的例子illustration 假设 刚刚那个例子 看一下呢 假设呢 我们438页里面的例子 讲完我们就休息 看一下呢 他说假设 我们这个B公司呢 他决定在2020年的1月1号 他延长他的卡车的使用年限 好 那也就是说呢 整个本来我估计 2017年买的时候 我估计用5年 结果2020年的时候 我估计我整个卡车要用6年 又增加1年 好 那我2020年1月1号去决定 我要延长他的时间的 我已经提了几年 2017 2018 2019已经提了3年了 所以接下来我还是剩下3年 好 所以呢 我本来我现在接下来 如果按照原来5年 我是剩下2年 可是因为我延长使用寿命 所以我现在变成我的年限是3年 所以我就用账面金额 去减掉我估计禅时 再出我的耐用年限直线法 好 所以呢 假设刚刚讲的那个例子 好 我是什么 我是2020年的1月1号做了这样的改变 好 然后他这边讲说呢 他是用直线法来提列折旧的 所以从2017年到2019年 我提列的折旧费用是多少呢 是不是 2400已经提了3年了 2400提了3年 我是提了折旧费用呢 累计折旧有7200元 原始成本是13000 所以我剩下5800的账面金额 那我延长一年 我的残值有没有变呢 看一下 他说呢我的残值 好 我的残值应该没有变 好 他说呢 残值没有变吧 好 他只是说我延长他的使用年限 好 所以到了2019年 我提列的折旧一共有7200元 所以我账面金额有5800元 然后呢 我估计的残值假设没变 好 所以5800呢 去除减掉1000元之后再去除3年 我往后每一年 好 对不起 他的残值是2200元 他已经调整了他的残值是2200元 有啦 在上面已经讲了 他说延长他的使用寿命 从5年延长为6年 然后同时呢 估计这个 那用年限期满之后我的残值不是1000元 是2200元 所以这个例子 他改变了什么 估计变动了年限 跟他的估计残值 所以5800元 是我的账面金额去减掉我的残值2200元 所以呢 剩下3600元的可折旧成本要分三年来提 所以除以3 所以我每年提的折旧费用就是1200元 这是估计变动 好 估计变动就从我变动那个时间的账面金额 重新去计算 他变动之后应该提列的折旧费用 好 这是Revising Priotic Depriation 就是我改变了我每年提列折旧费用的例子 所以我改变了年限跟残值